一共90元 这是给粉丝朋友改一个电源啊 主要用来给T80P电烙铁供电用的 如果你正好需要改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视频 不过我建议还是用配套的充电器最好 都在这了啊 Type-C口电压电流表 电源 因为他看到我使用的就是这款电源改造呢 其实以前发过视频 这次呢 我更详细的给大家解说一下 你看完之后呢 肯定自己能搞定啊 首先看一下电源 品牌金正阳的型号LM150 150是150瓦 23B24 这个24是24伏 R2是R2系列 24伏6.5安的 这个叫肌壳电源 金正阳的R2系列 在整个行业内同功率状态下 它可以做到最小 不信咱们比一下 这个100瓦的 24伏4.5安 来比比 这个是150瓦 看看大多少 它和这个普通机壳电源35瓦 你看24伏1.5安的 它俩大小是一样大的 所以说优势很明显 另外金正阳前一阵子不是被美国制裁吗 能加入白宫严选名单的 肯定是这个行业的头部啊 选他肯定错不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为什么要改 因为这个调到最低 看最低 22伏 咱们需要是20伏 它还是有点高 所以说咱们要稍微改动一下 拆开了 这个用料还是挺足的 这个是压米电阻 这是热米电阻 这些都是散热胶垫 包括这个也是 这个是自己的整流管 反过来 这两个是整流桥并联的啊 为了提高电流 然后这是个模式管 这是弹化钾的模式管 这两个芯片非别驱动这两个模式管 光偶还有这个431组成纹压反空一部分 咱们要改的就是这个这一部分啊 要改的地方很简单 就是这个电阻 47k电阻上并连一个200k的电阻 这样并上去就ok了 我把这部分的电路图画了下来 要想把这个24伏降低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就是把这个下面这个电阻啊 增大 因为这个电位器影响到最大 还有种就是把上面这个电阻减小 咱们选择的就是在上面并了一个200k的电阻 这样操作比较简单 调整电位器把它调到20伏 来吧 虐待它一下 考验它一下 接上负载仪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它的极限是10.2A 能达到200瓦 来 开始 看到了吧 10.2A 201瓦 它这个标称是24伏6.5A 然后是150瓦 看来它的过载能力是非常强的 带两把T80P电烙铁都没问题 然后再测量一下正负极 是否正确啊 中间是正极 对着了啊 有些type c这个口啊 它这个红色不一定是正极啊 有可能是负极 我就遇到一次把我电烙铁烧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大胆的插上去了 插上去 亮了吧 然后 开 直接就开机了 假如正负极接反的话 你插上去 它亮都不会亮 直接是黑屏 直接就烧掉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表头的接线啊 按着接就行了 细红线和细黄线拧到一块 接到电源的正极 这不 这两根线拧到一块 接到电源的正极 同时呢 负载 负载咱就是type c这个口 这个红线也接到这个正极 就是这个红线也接到正极 因为这两个是正极 这两个是负极嘛 然后细线就接完了 这个黑色线不接 你看我直接用热烧管套上了 不用接 然后粗线 粗黑线直接接电源负极 这不接到电源负极了 红线直接接负载的负极 也就是type c口的负极 就这个线 你看我用透明胶带给它粘上了 到家里 它要装盒子里头的话 要把这个还要拆开 这时候把这个插上去 这就ok了 把这个粗的也插上去 电烙贴已经插上去了 屏幕中看着闪烁 这是拍摄的原因 现实中看不到这种拼闪 咱们直接可以开 开始 下面是功率和电流交替这个显示 上面只显示电压 这个已经制作完成了 这位朋友回去只需要找个精美的盒子 把这个都放进去就ok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